我是海妈 这是大外奥斯林的经典之作 引喜庆典 奥斯林说宽大的植株异常优雅 它的主子很长 往前弯曲 其实是讲述它的姿态 是具有自然的效果 不像有些月季直直的 没有任何的表情 你动不动没有表情 那这种柔软的话 都很容易有花的表情 花朵初开始为连作型 随着盛开逐渐形成球状花 可以将它设成是暗淡的粉红色 而花瓣的背面带一点黄色色调 由此提供了很不寻常 且令人愉悦的双色调效果 那你看这个刚刚出开了一朵 这个蚕花还没有来得及简 花朵呢花瓣自然凋零 但请注意观看 另外又起了三个花瓣 就是这么琴花 非常的抗病 这个花的香气啊它形容是果香 在我的形容里面呢就是放在家里面 产生令人愉悦的那种氛围 所以呢建议用一个宽口花盆来栽种 然后呢花盆高一点点 让它自然的姿态 舒展得很堪 早春开花的时候是可以重重叠叠 全部开满花 冬季的时候可以重点到只有25公分左右 如果地盏杆子可以长这么粗 是很强劲的一款乐器 建议层处在中 你就任何角度看上去它都异常的丰满 这是为了纪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50周年 因它命名 所以叫引喜庆典 关于引喜庆典讲到这里 观众还麻烦你种花 拜拜